為什麼我們老百姓不願意消費? 是我們不願意消費 而是我們真的沒有錢 一個月前 中共喉舌央視的主持人 白癌蟲在節目中問專家 如何解決老百姓有錢不敢花 不願意花的問題 引起網民一片嘲諷 而在早前 山東德州的一位媽媽 上傳影片回擊白癌蟲 外債30萬 不要說去消費了 我現在就是勒緊褲腰帶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能把窟窿給補上 而農民就更加艱難 連基本生活都難以保障 農民沒有退休金沒有醫保 冬天就是白菜蘿蔔 夏天就是茄子豆角 不會超過一塊錢一斤 菜價超過兩塊我的 他們從來都不買 這位媽媽還向白癌蟲說 你不要建議大眾去消費 應該建議就業崗位多一些 油價減一些 以及農民養老金給多一些 農民的養老錢哪怕是多個幾百 如果我們有錢了 你不用介意 我們會消費的很 這段影片上傳之後 立即引起共鳴 很多網友留言表示感謝 說出了他們的心聲 中國經濟學者李迅雷 去年在《第一財經日報》發表文章 引用北京師範大學大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的調查數據指出 中國月收入2000元人民幣以下的人口 大約有9億6400萬人 只是真實數據可能更差 但該文章仍然很快被中共下架 事業的人太多了 老百姓很大 就是這種人 做小問題 普通百姓很艱難 收入基因沒有收入的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 subscribe 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 反正的吧 sogar 黨支持 小便 還較第一 小的 十firull 一 零 此 ased